你的丈夫平时在洗脚的时候 喜欢往里兑陈醋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陈醋它只咬 对 不对啊 我是为了那个 觉得放陈醋水的颜色好看 是不是 不是只咬 我想问一下你们夫妻之间在一起 生活这么多年了 连这个小小的习惯你都不知道吗 这位太太 那个可能是他洗脚的时候 我不怎么在他旁边 对 二十多年了 洗脚的时候 你从来没在别人上过 因为洗脚嘛 这种事没有必要非得... 对 没有必要非得在旁边的吧 对 我都夜里三点半洗了 这个时间好特别啊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或许在夜里三点半的时候 洗脚会有养生的功效 对,养生好 好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给太太 太太 太太 我叫你呢 你... 没有 她有时候睡着了 是这样 好,太太 我想问一下 你们夫妻之间存款一共有多少呢 两万块钱 我是希望这样 因为为了显示您在家中的霸主地位 对,您不要看她的眼神 您说您的家里存款有多少呢 两万 是两万吗 你什么呢,有什么呢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什么呢 你不是说我配合您吗 这个,你说多少钱 我是手指在这儿的 然后就拍着了 两万 两万 四...四十万呢 这比这个是什么意思 怎么就是两万了呢 怎么就是... 那四个... 不是,那就是四个五千 四个五千,两万 四个五千 四个五千,两万 这不是两万吗 终于对成了 怎么会是... 你不让我配合你吗 你说我说的呢 你就不是什么,怎么会是啊 等一下,这俩根本不会付钱啊 你找别人,你找别人 你怎么那么慢 那是... 你还急了,我的天啊 小心啦